还有一个月就要结婚的小两口正在亲热 这本应该是甜蜜的 然而这个女人却一脚踢开了她 这是为什么呢 这件事还要从今天早上说起 文小姐 李小姐 你们两个人啊 都是从之前的五百人当中 层层筛选出来的精英不干 谁能够留下来 或者加入东江集团的资格 还要等我们陈总的最后定得 请你们二位再耐心地等待一下 这个男人就是被未婚妻一脚踹开的陈文浩 同时也是这个东江公司的总经理 她负责的就是这一次的秘书面试 听到孟小薇这个名字 陈文浩的眼里满是惊讶 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孟小薇是陈文浩的大学同学 两人当年曾经发生过一段无疾而终的恋情 陈文浩百感交织没有立即录取孟小薇 而是借接电话的机会离开办公室 这让李佳莹百思不解 非常恼火 陈文浩回到办公室经过深思熟虑 打了一个电话给李佳预 宣布录取李佳预在公司工作 李小姐 请你回来填一下录制申请点 真的呀 是我吗 好好好 那我马上回去 好 谢谢你啊 再见 李佳预知道 这次之所以是自己被录取 而不是更加优秀的孟小薇 这完全是陈总的选择 所以打算回去感谢陈总 陈总 别人不说 我也知道 我能留下来啊 都是因为你 所以 我挺感激你的 为了表示我的感激之情 今天晚上 我请你吃饭吧 不必了吧 以后你努力工作 就是对我 对公司最大的回馈 我还有事 你先忙吧 陈文浩当然没有心思搭理这个女人 因为她的心里想的只有孟小薇 拿着她的简历看得出神 这时 她的未婚妻吕佳佳来到了办公室 发现了陈文浩 扔气的孟小薇的简历表 心中渐渐生起了怀疑 你来干嘛呀 那是鱼垃圾 我看你们 别闹 待会儿都跟你用砸了什么 待会儿让小赵 你来医生 但我觉得你今天都不对 没有啊 哪儿不对了 哪儿都不对 挺好的嘛 别生气 甚至陈文浩出门 给自己拿支票的时间 吕佳佳偷偷地将简历拿起来查看 孟小薇的样子 深深地印在了脑海 她作为陈文浩的未婚妻 她是知道 孟小薇是她的初恋情人的 所以一时间有点不知所措 表面上看似平静 其实内心早已是波涂汹涌了 等未婚妻拿着支票离开后 陈文浩赶紧将丢掉的孟小薇的简历捡起来 小心翼翼地放在了抽屉里 脸上的表情看上去很复杂 一听到这个名字 陈文浩的心里很不是滋味 赶紧插开话题离开了 在孟小薇的到来后 二人的关系开始有了裂痕 小两口之间的对话充斥着火又尾 这一切的源头都是孟小薇的突然到来 陈文浩与吕佳佳的关系渐行渐远 他们两人之间的夫妻关系还能复合吗 敬请期待 马上就要结婚的两个人正在试婚上 吕佳佳高兴地询问老公 婚纱好不好看 然而这个男人却想是想得出神 脸上没有一点开心的样子 这是一个快要结婚的男人 却在想念自己的初恋 陈文浩 嗯 为什么快要结婚的两人会闹到这一步呢 事情还要从今天早上说起 陈文浩或萧总邀请到餐厅聚餐 让陈文浩意料不到的是 萧总竟然与孟小薇认识 孟小薇见父眼的人是陈文浩 并未表现出一丝惊讶 陈文浩则是一副目瞪口呆的模样 心潮起伏坐到椅子上 不敢与孟小薇对视 萧总因为临时有钥匙 不得不辞别陈文浩和孟小薇离去 孟小薇似乎忘记了 当年与陈文浩发生的恋情 她面色平静 跟陈文浩先聊了几句 随后起身就想离去 陈文浩虽然对孟小薇怀有抵触情绪 但还是鬼使神差提出 与孟小薇一起离开餐厅 回来了 我还以为你睡了 你怎么回来这么晚 开会开了一天 累死我了 回到家里得陈文浩到头就睡 一觉就睡到了大天亮 甚至连早上的开会都不愿意去了 老公 你还不起来啊 再不起来就迟到了 头疼啊 就上午不去了 那你上午会也不开了 开了什么会 那 那我帮你请假 下午你去陪我试婚纱吧 好吗 原来这个男人是在假装头疼 多少有点浪费未婚妻的好意了 今天你姐夫不舒服就不去开会了 没什么呢 那可能是我搞错了吧 那你先忙着吧 得知真相的吕佳佳 发现自己的丈夫欺骗了自己 心情很是低落 赶紧来到丈夫的房间 趁她睡觉时 翻看了她的手机 然而丈夫的手机里 连短信和通话记录都没有 这就让吕佳佳的心里更加怀疑了 画面一转 陈文浩忽然就睁开了双眼 原来她刚才只是在假装睡着 没有被妻子发现自己的秘密 心里也是常说了一口气 老公 下午的假我给你请完了 咱们一起去收一扇 哦对了 你不说我还忘了 我还真得去趟公司 有个急事 老公 昨天晚上开会开到那么晚 累坏了吧 还行 我都是为了你 为了咱这个家嘛 对吧 你这以后啊 自己可得注意点身体 什么意思 你回来那么晚 我谁能摔入睡不着觉 你又不是不知道 真是对不起啊 我以后 我来清点 行了 下午还要试婚纱 我回屋补个觉 一想到下午还要和未婚妻 去试婚纱 陈文浩的心里很不适滋味 这一切的源头 都是她的初恋 孟小薇的突然来访 陈文浩为了和自己的未婚妻 去试婚纱 下午来到了公司 和自己的岳父吕总交接工作的事情 就在出门的时候 遇到了自己的初恋 孟小薇 两个人就这样一音不发 默默地擦肩而过 画面一转 陈文浩和自己的未婚妻 一起试婚纱 说的是一起 但其实就只有吕佳佳一个人 才试婚纱 陈文浩只是坐在沙发上发呆 所有的心思 都拿去想出练孟小薇的事情了 这也导致吕佳佳非常的生气 陈文浩 嗯 你干嘛呢 小点 你吓我一跳 这家好看吗 好看 挺好看的 你刚才想什么呢 我好了你半天你都没听见 可能是这几天 太累了 没睡好吧 跑神了 我怎么觉得 你今天怪怪的 我怪吗 我怎么觉得 反倒是你也有点怪 你刚才在那坐着 我吓了你半天 你想什么呢 还说我怪 你什么心虚啊 我给你开玩笑呢 别当真啊 好好的一次是婚纱 就这样被自己的丈夫给搞砸了